好的 咱那么关心菩萨 咱由太长爷爷 咱师兄们给我这个机会 在这里和亲生们分享 自己学过之后的生活和喜悦 太长爷爷 我来过山东 今年15岁 是一名马上进入高一的学生 初中三年来 因为太长游戏 导致初一初二成绩一直很糟糕 中间报告很多辅导班 但是不见效果 自从爸妈给我放生念经 做功德后 我突然的成绩直线上升 从全级900多名 上升到全级300多名 老师和家长们都惊惨不已 现在我又以优异的成绩 竞技到了我理想的高中 在这里 我衷心感谢当天 被我祝念的爸爸妈妈 叔叔阿姨们 更要感恩南摩大地大碑 祝福救难广大灵魂观世音菩萨 感恩文殊菩萨 以及保佑我的菩萨们 反正林彬魂太长爷爷 乖啊 乖孩子 你要记住了 太长爷 你自己 自己菩萨保佑你了 你要更对得起菩萨 对不对啊 嗯 太长爷爷我继续分享 太长爷爷说过 学佛要只管 跟您不问收获 求事情才会灵验 菩萨奶奶会用我们自己的厌义 抵较自身的解力 在中考之前 爸爸妈妈都非常努力地做了大量工作 他们谦诚地帮我 祈求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中考取得优异的成绩 妈妈许愿给我放生 一千二百条鱼 念送四十九将写房子 把读人和网络发布师 以及帮助佛友们 摄佛台的旨德 拿出一部分 交出我考试中的阻碍 和身上的业障 保佑我考试顺利 考试我满意的高中 考试一周前 妈妈每天坚持去给台长爷爷和我放生 一直等着我成绩出来为止 当然 我自己也是有行动的 除了努力学习外 努力拼搏 我有空就给菩萨妈妈上香 解决观世音菩萨 赐为我智慧 取得满意的成绩 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念白矿佛法 每天都做功课念经 有空 周末有空去放生 我还许愿考完试后放生一百条鱼 妈妈说放五百条 然后现身说法 在考试当天 阿姨和叔叔浅诚为我祝念 我非常的感动 在考试的过程中 我也真心的感受到了 他们给我祝念的能量 让我答题准确 思路清晰 发挥正常 后来 成绩出来的当天 我看到分数的那一刻 我真是激动不已 太感染关世音菩萨了 真是有求必应 今年数学难度特别大 但是我却考了一百一十七分 拿到了A党的好成绩 原本认为不会过百的 当时考完试 我公分 总成绩最多也就六百多分 是半十大杯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 奖励了我至少五十分 没有菩萨的保佑 我根本考不到这么高的分数 我吃素两年了 平时做功课念经 两年来菩萨奶奶给了我很多很多 虽然吃素 菩萨奶奶却保佑着我 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从来不因为吃素 而去营养 影响长个子 做法让我学会了对人忠诚 有慈悲之心 诸恶莫作 凤善凤行 我很感恩心灵法门 感恩菩萨 感恩台长 爷爷 多次来我梦中加持我 给我增长智慧 2016年的时候 我开始念经了 看到卢太长的 卢太长爷爷的图中节目 和悬疑问答 念经前 我经常做噩梦惊醒 念经后 梦惊从黑暗恐怖 变成了在天上 骑着镜龙飞舞 有一次我还看到 在天庭 看见了玉皇大帝 天庭中央的柱子上 还学着金字笼龙 我拿着食物 未挂在笼子里的七彩龙 我许愿吃素后 关心菩萨和 财长爷爷 带我上天 看菩萨门念经 财长爷爷带我去天上 还给我发素食卷 自从学佛之后 关心菩萨给我化解了 生活中的许多小劫难 让我这个脾气暴躁 一路的孩子 变成了本事的孩子 我的人生的改变 就源于自己学佛了 中国这个成绩 让我再次见证了 新明法门的殊胜 新明法门真是不虚 有求必应啊 只要与民法三大法宝 就可以改变命运 创造奇迹 我们都要做到 爱国爱民 经济手法 中国有这么优秀的 成统文化 是需要有接班人的 所以我一定要学习 罗太长爷爷 好好弘扬中文化 成统文化 我的分享倒是为 指如如在分享的过程中 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恨尽观世音菩萨 和龙天护法菩萨原谅 我自己的乐障 自己悲 不让台长爷爷悲 不让师兄们悲 感恩能摩大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八三世音乐 正教菩萨 及龙天护法 感恩大师大悲的 罗太长爷爷 感恩师兄们 好孩子 罗太长爷爷 我爱你 好孩子 你是个好孩子 你是个有志气的 有骨气的好孩子 传统的文化要传承 自己菩萨的精髓 要更好的放在心中 台长祝福你 你是一个好孩子 有骨气的孩子 像一个菩萨在人间的 台长祝福你 好吧 乖一点 听台长爷爷话 我长大以后 永远不会忘记佛法的 对 我会一直 太好了 我会一直学下去 太好了 太好了 我永远爱你 好 谢谢 永远当爷爷 永远爱你 好 谢谢小弟弟 谢谢 乖 再见 再见 感恩 台长爷爷的慈悲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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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父母亲教育孩子 你看让孩子变得这个样 所以真的是菩萨真的是很伟大 父母亲也是很伟大